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开门 我是Rose 我们一起读圣经诗篇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诗篇的第34章 第34章是大卫的诗 这个是明确 在我们的和和本上 就是有一个注释 是大卫在雅比米勒面前装疯 被他赶出去就做这师 那么这个雅比米勒是谁呢 雅比米勒呢 应该是当时的这个 加特王雅吉 就是雅吉的名字 叫这个雅比米勒 那么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 撒末尔记上的第21章 撒末尔记上的第21章 先是写了这个大卫 到这个祭司雅西米勒那里 撒谎 就说那个我要有饼 给我点食物 是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 跟雅西米勒呢 要兵器 然后呢 雅西米勒就把那个 当初他在伊拉谷杀菲利士人 戈利亚的那个刀 让大卫带走了 然后呢 21章里又记载 这个大卫呢 为了躲避扫罗 他就逃到了这个加特王雅吉那里 这个 你要知道啊 当初大卫是杀死了 这个菲利士人戈利亚 菲利士人戈利亚就是加特人 那么现在呢 大卫为了躲避扫罗 他呢 就逃到了这个加特 逃到了加特 而且还拿着他当初杀死 这哥利亚的那个刀 那么当时呢 这个加特王雅吉的臣仆呢 就对这个加特王说啊 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 这就是带着一种讽刺的说法 因为大卫并不 那个时候大卫并不是国王 还没有坐啊 但是 因为撒末尔已经高了他了 是吧 这个想必民间已经有这样的传说了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扫罗才要杀掉大卫吗 他说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 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吗 那也就是说这个加特的人 当然记得呀 这不是你大卫吗 你不是把我们的巨人 这个哥利亚给杀的那个 杀掉的那个人吗 你不是威风凛凛的那个人吗 你现在怎么跑到我们加特来了 于是这些人就去跟这个加特王 讲这些啊 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 甚惧怕加特王雅吉 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 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 在城门的门扇上 胡写乱话 是唾沫留在胡子上 这大卫 只好苦肉计了 是吧 装疯卖傻 这种情形 这种例子 在人类的历史上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啊 不禁让我们想到 岳王勾建 卧心肠胆那一类的 是吧 那么然后呢 这个雅吉 加特王雅吉 加特王雅吉 也就是雅比米勒啊 他就对陈铺说 你们看 这人是疯子 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缺少疯子 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 这人 岂可进我的家呢 然后呢 大卫就离开 加特跑了 是吧 不能是非之理 不能久留了 就逃到了 亚杜兰的洞里 然后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 就都下到他那里 凡受 肿迫的 欠债的 心里苦恼的 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大卫呢 就做他们的头目 跟随他们的 跟随他的 大约有四百人 所以大家呢 就知道了吧 是吧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那个大卫啊 就是他 在 逃亡的过程中 曾经 做过 这样的事情 当然了 后面 在二十二章 我们也知道 因为他 跟祭司 亚西米勒撒谎 亚西米勒给了他 陈设柄 给了他刀 是吧 然后 二十二章 就又有呢 就是 扫罗呢 就派人呢 就把这个 祭司 亚西米勒 给杀掉了 就是这个 被害了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亚西米勒的儿子 这个 雅比亚他 就 逃到了 这个 大卫 逃到了大卫那里 告诉他 告诉他自己 这个 父亲 以及全家 都丧命了 于是大卫呢 就说 这个 你父的全家丧命 都是因我的缘故 寻所你命的 就是寻所我的命 你可在我这里 得保全 这都是在 撒末尔记上 二十一章和 二十二章的内容 所以我们 其实读诗篇呢 会读到很多 大卫的诗嘛 那么 很多大卫的诗呢 就相应的 会回到前面 这个 撒末尔记呀 猎王记呀 等等 里边的一些内容 会让我们来复习 其实这也就再一次说明 为什么我们读圣经 一定是按照次序读 是最好的 就是从头到尾读 你这样呢 说你读诗篇 你才能知道 诗篇里在说什么 你就算是去复习 因为你已经读过了 你也是属于去复习 你不至于呢 就是两眼一抹黑 也不至于呢 就经常性的断章取义 OK 那么我们先复习了一下 这个背景啊 所以我们也就知道啊 这个大卫做这首诗 做这首诗 那么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也就是他实际上是因为 他自己的软弱 你被扫罗追赶 你应该倚靠耶和华呀 你向耶和华求助啊 是吧 可是你为什么你却跑到 你东跑西跑 是吧 你你你你却啊 自己自作聪明 想着啊 这个这个 菲利斯人加特 是扫罗的这个对头 是吧 那么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的朋友 我到他那里去避避难 但是你就没有想过 你曾经杀死了 加特人 这个哥利亚 是吧 你就没有想过 你到那边之后 你会 踩出虎口 又入狼窝吗 是吧 你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去询问 耶和华 到时候你扫罗让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不应该自己动心思啊 我我跑到哪去 我投奔 菲利斯人吧 我投奔埃及人吧 我投奔磨牙人吧 是吧 你你不应该自己去这样想 你应该去询问神 神如果说啊 你去哪哪 神就会给你预备好了 你就去 那你到那里就不会遇到羞辱 然而我们会发现 大卫遇到羞辱了 他在加特是吧 在这个雅比米勒的面前 他差一点就被害了 如果他不装疯卖傻的话 被赶出去的话 是吧 但是有的人说 那你看 他还是又靠自己的聪明材质 装疯卖傻 那个才脱险了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没有前面 靠自己的聪明材质 跑到加特城去的话 他会不会有要 后面有自己必须要 拓面自干啊 这个装疯卖傻 这样的羞辱呢 神要搭救人 神会让人去承受这样的羞辱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大卫的反思啊 我要实时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 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 四为安盈 搭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当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义无所缺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 我们回忆了一下这个背景 现在大家在看这个大卫的这个诗 你就很多句子就能理解了 大卫为什么会说 为什么会说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因为他曾经倚仗自己的聪明 逃到加特去 结果呢 他又不得不装疯卖傻 逃离加特 实际上就是脸上蒙羞了 那如果他当时走扫罗逼迫他 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去像他惯常的那样 去求问耶和华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他如果一直都这样的话 那么他会不会有加特蒙羞的事 就不会有加特蒙羞的事 那么 反过来我们再看 他在加特蒙羞 蒙羞之后 装疯卖傻 然后竟然就就就脱离了 加特王之手 把他赶跑了 是吧 我岂缺少这疯子 是吧 这岂能进我的家 为什么带他到这来 给我把他赶走 大卫也知道 这也不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 装疯卖傻 所以就脱离了加特王的手 这其实还是神给他的保守 让当时的加特王 就真的相信他疯了 能作为一国之王 肯定不是傻子 但是为什么当时竟然就能相信了呢 是吧 那肯定还是神在保守他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 四为安营搭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又服了 说大卫在某种程度上 这首诗也是他的一种什么 也是他的一种忏悔 幸亏我迷途之凡 是吧 幸亏我呢 又重新养靠耶和华 所以我尝到了主恩的滋味 现在呢 我也告诉你们 求你们 你们呢 是吧 耶和华的圣民呢 你们当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一无所趋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我就发现大卫他真的是 他能够在神给他的功课中学习 他能够在自己的失败的教训中学习 在自己的羞辱中学习 他没有因为自己蒙羞 然后去怪罪神 哇神你为什么要这样让我蒙羞 你看看差点死了 幸亏我自己聪明跑出来了 他不是这么想的 他是想 哎呀神啊 因为我不倚靠你 因为我不仰仗你 我靠自己的聪明才知 导致我蒙羞 而因为你的恩惠 你的慈爱 你的搭救 使我才能最终脱离那种困境 我承认我错了 所以呢 就能理解啊 这就是大卫啊 他与 这个云云众生不同的地方 也是我们应该把他当作一个啊 肉猫走的地方 就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啊 为什么大卫呢 要要教导众人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复习了吗 在二十二章他逃到亚杜兰洞之后 是吧 然后呢 那些受窘迫的欠债的 心理苦恼的都聚集到他那里 他成了他们的头目 跟随他的人有四百人 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呢 他就是教导跟随他的这些人啊 众弟子啊 你们当来听我的话 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 得享美酒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追赶什么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 是吧 我们叫心悦的话 就是追赶 要一心追赶 追赶呢 耶和华的道啊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 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 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一人呼求 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一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就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恶必害死恶人 恨恶义人的 必被定罪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凡投靠他的 必不致定罪 大卫这是感情很充沛 但是呢 非常有理性啊 你看他说的很清楚 他说的很清楚 耶和华看顾一人 是吧 耶和华向恶人 行恶的人变脸 但是耶和华看顾一人 并不等于一人 在这 这个earth上 你的earthly life啊 在城市上 并不等于说 你就没有苦难 不一人常常会多有苦难 苦难是什么 回顾一下约伯记 是吧 苦难并不完全都是说 因为你犯罪了 所以你有苦难 有的时候苦难是一种奖赏 有的时候苦难是一种 讨练 有的时候苦难是一种代价 有的时候苦难是我们的一种摆上 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的担当 是我们的义务 是我们应该在苦难中应该喜乐 所以当你在城市中一人有苦难的时候 你要仰望耶和华 耶和华会救你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 这句话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新约四福音书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是吧 他的一根骨头都没有断 这就在耶稣身上应验了 一人多有苦难 最大的一人莫过于 神的爱子 降生而人的 既是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的耶稣了 但是耶和华就他脱离这一切 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 没想到这也是一首预言诗 是吧 那么耶和华会怎么样 会给恶人定罪 是吧 那么恶必害死恶人 那恨无一人的必被定罪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反投靠他的必不治定罪 你看 大卫这里说的很清楚 耶和华看顾义人 是吧 耶和华向那行恶的人变脸 耶和华救赎的是义人的什么 义人的灵魂 救你的灵魂脱离那永死 反投靠耶和华的必不治定罪 人人必有一丝死 或且有审判 是吧 最后你投靠耶和华 你的灵魂就会得救 就不会被定罪 而那些是吧 舌头出恶言 嘴唇说鬼诈的话的那些行恶的是吧 那些敌基督的那些悖逆神的那些恨无一人的恶人 他们的恶必然会害死他们 耶和华必然会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他们必然会被最后定罪 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卫在这里讲的根本不是什么 根本不是说你信神 你就得荣华富贵 你就健康长寿 是吧 你就万事亨通 你要不信神 然后你就诸事不顺 你就夭折短命 是吧 你就啊 这个 这个 在这个城市上迎接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大卫并不是在说这个 那么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会有 但是这种情况会不会是我们的earthly life里边的百分之百的确定呢 不是因为我们在城市上的生活只是一段一段什么是一段旅程 是我们在城市支搭帐篷的经过 在支搭帐篷的这个路上说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一乡人 实际上自从亚当夏威被赶出伊甸园之后 我们就都是一乡人都是在这旷野上流浪的 都是在支搭帐篷的 我们的故乡在哪里 我的故乡不是在中国 你的故乡也不是在中国 我们的故乡在哪 我们的故乡在伊甸园 我们的故乡在天上 是吧 所以你在城市所承受的这一切 无论是 欢欣也好 是苦难也好 是顺利也好 是挫折也好 是成功也好 是失败也好 你不要 欣喜 骄傲 也不要恐惧战惊 如果你在城市过得好 福杯满意 你要称颂耶和华 你要夸耀耶和华 你要喜乐 高举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 就你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让你有光荣 让你不蒙羞 让你得喜乐 但是如果你在城市上你承受苦难 你也要赞颂耶和华 你也要谦卑 也要喜乐 你也要脱离一切恐惧 你也要呼求仰仗 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那灵性痛悔的人 因为义人也常常会多有苦难 但是耶和华就义人脱离这一切 保全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因为恶比害死恶人 恨恶义人的必定被定罪 而耶和华必定会救赎他仆人 你也要成为耶和华的仆人 要成为耶和华的仆人 耶和华就必定会救赎我们的灵魂 只要我们投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必不置顶罪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是Ruth 今天是2024年3月7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 也欢迎大家PayPal或者是WeChat赞赏 支持我的事工 当然如果你想 就是家里有孩子啊 或者是你自己啊 想更加细致的啊 然后来学习圣经的课程 那么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里边 这个圣经的课程 或者是这个英文诗篇的课程 虽然直播的这个名额已经没有了 但是你还可以加入会员频道 还可以加入会员频道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爱你们 我们下期待会员频道 我们下期待会员频道